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 持续关心拜登政府政策 未来是否还能顺利推动 首先是降低通膨法案中 个人和企业都受影响的电动车补贴项目 按照原有的计划 民众只要购买全新电动车 都能获得最高7500美元补助 且就算是买二手电动车 最多也可申请4000美元补助 不过观众仍要小心 魔鬼藏在细节当中 因为多家已投入电动车研发的汽车大厂 最近都纷纷跳出来抗议 主要原因是高达7500美元的补助背后 原本的法案内容是 限制只能给在美国制造的电动车 换句话说 一些欧洲电动车款将首当其冲 一项就是有关电动车的部分 我想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说之前的电动车的这个 这个credit 减免的这个credit 主要适用在一般的个人 那就是最高可以到7500块 但是它有一些限制 那就是说当你销售量到达 这个20万台之后 可能就会慢慢地递减 像Tesla现在就没有了 但是在新的法案之后 它是8月16号生效 2022年 那在这次生效之后 它现在在多加了一个条款 就是说你这个要拿着credit 必须要是在美国最后完整组装的 那这个是在2022年 这个从8月16号到4月31号 不止已经有 由多加车厂组成 涵盖全美近98%销售车款的 汽车创新联盟 The Alliance of Automotive Innovation 出面公开呼吁拜登政府 随着采购限制上限 全美高达七成以上的电动车款 可能会因此而失去补助资格 且不可否认的是 占据全美三成的电动车电池市场 从特斯拉、通用到福特 2022年仍全部仰赖 韩国各家电动车电池大厂 有鉴于此 会计师特别提醒观众 与其2022年抢先购买电动车 不如暂缓等到2023年 相关法案放宽 更容易获得补助款 2023年1月1号之后 它又多加了一些限制 它有多了一些比较好的优惠 就是说之前是给新车 但是2023年之后 它又多了一个是给这个 二手车也可以 电动的二手车也可以 那另外就是有关商业的车子也可以 但是它又多了一些限制 就是收入的限制 可能就是个人你的年收入 三身15万以上 然后夫妻30万以上 可能就不适用 那再来就是有关车子 这个轿车 可能它的售价在55万以上 然后SUV在8万以上 可能也不适用这样子 此外 随着拜登政府 在9月份正式批准 多达35项的电动车 充电设施计划 内容不止拨款9亿美元补助 未来要在高速公路旁 广设电动车充电装置 且目标可以涵盖超过 53,000英里的高速公路 中途可以随时提供 方便的充电环境 以及全美最大连锁商店 沃尔玛 7月份决定跟进 宣布将采购 4,500辆电动车 并且争取到额外选择权 准备在未来增购 最多1万辆的全新电动车 以实现外送车队 全面零碳排的电气化目标 这些商用车的相关电池充电设施 也全都有机会 在2023年获得政府补助 商业的汽车的部分 其实它是 也再来就试用 那就是7,500块一样 但是如果是比较大台的卡车 就1万4千磅以上的 它的credit可以高达10万块 其实这个就很多 所以说对于有些商家 他们需要这个车子 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因为可以去买这个车子 然后同时又可以达到 有这个credit的效果 当然有电动车一定要有充电设备 所以它也给了很多补助 给这些相关的这些设备商 他们能够去开发 去建设这相对应的 这些充电的设备 除了呼吁民间企业 紧跟政府政策 获得高额补助之外 面对更加艰难的经营环境 当然还要勒紧裤腰带 首当其冲的 除了搭企业可能面临 高额负债以后 可能无法获得税务上的利息敌免 之后叶迅民会计师 还提醒中小企业 有鉴于2023年 企业盈利可能出现大幅度变动 因此也要适时调整预扣税 想办法量入为初 对于企业来讲的话 那我们会 其实有关这个通货膨胀 当然就是相对应的利息 都会调升嘛 那利息调升相对应之下 当然就利息 我们平常支付的不管你有跟银行借贷 你的利息费用就会增高 但是不要注意的就是 它这个利息增高的部分 有一些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讲 比较大的企业 如果说你年收入 在25个million以上的企业来讲的话 它是有一些限制的 并不代表所有的 这个利息费用都可以抵扣 它叫IRC的Section 163J 那这个的话就是 对于这个比较大型的商家 他需要去注意的 那因为预扣税的部分的话 在于企业来讲 通常我们会按照当年度的预期的收入来做抵扣 那会来做预缴 那当然如果说 当然我们已经预期到今年当年度的情况 不是那么的好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逐步的递进 因为我们预缴税也是每个季度来预缴的 那我们可以及时的来更新我们自己公司的财务报表 然后用这个更新的财务报表来做相对应的一个措施 就看这个季度到底是不是要再多扫缴一点 那是可以做得到的 最后不少华人企业主可能忽略掉 加州已经于2022年6月30日起 强制推动新退休储蓄计划 CALSAVERS内容要求5人以上企业 只要没有提供401K退休计划 企业主都要协助雇员建立专属的个人退休账户 否则雇主将会面临最高罚款 每人750美元罚金 他现在要求就是你知道5人以上的企业 你必须要提供这个retirement 加州是有一个program 就是可以给这些企业主 能够来加入又可以比较低的一个门槛 也不用什么成本 那就是我想这个是企业必须要做 尤其是如果是新的企业来 那或者是他需要 因为他们有可能 不管是franchise有可能都会超过5人以上 所以说这是他们要注意的 因为一般的薪资可能大家都已经蛮了解了 但是有关这个retirement 因为本来有些这不是必要的 所以说他们可能也不会去注意 但是现在是规定需要的 所以你必须要去 你如果没有提供其他像41K的话 你必须要去加入这个加州的这个计划 那没有加入的话它是有罚款的 提醒美国华人企业提早规划稳健经营 不止因为2023年起 联准会为了达成打通膨目标 将持续强势态度 不轻易改变升息政策 且在更多需求降低的冲击下 不止美国国内将有更多产业链 持续迈入温和衰退区间 同时还要预防来自国际间 正在酝酿的新一波金融危机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